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的3月25號 在之前1月跟2月都有寒流 寒流在台灣最低溫出現到7度、8度 只有溫度 1月的寒流估計我這邊只有一株蝴蝶染被凍傷 2月那一次就大概有4株5株被凍傷 目前各位眼前看到的 這就是被凍傷的蝴蝶蘭 這邊都是被凍傷過的蝴蝶蘭 凍傷的蝴蝶蘭會發生什麼事呢? 葉子會變黃掉落 原本有好幾片葉子的 有的掉了兩三片 有的掉到像這樣子 各位看得到這裡 剩下一個新葉而已 當時這個新葉 也是開始有一點點的變黃 所以我一開始變黃 然後我就拿剪刀把它剪掉 剪掉以後有點止住 止住就是說它不會繼續黃下去 因為繼續變黃的話 它整個的新葉就掉下來 我跟大家講過說蝴蝶蘭的葉子很難生長 你能保住就保住 所以在它開始變黃化之前 趕快把它剪掉 使住它不要讓它繼續變黃 因為變黃它可能整個新葉就會掉掉了 那我們這樣距離拉近一點 讓大家看另外一株比較嚴重的蝴蝶蘭 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株蝴蝶蘭 也是當時葉片全部掉光光 然後連新葉那一片也掉了 那今天當時是2月初的那個寒流 現在已經是3月24號 那已經看到這個有新葉有順利長起來 所以呢這個寒流呢 如果你在8度以下的低溫 碰到這個8度以下的低溫 其實大概10度啦 如果遇到10度左右溫度的時候 其實最好把蝴蝶蘭收到室內去 不要讓寒風吹到 一旦吹到的葉子就會掉光光 當然啦你如果搶救得宜 你不要讓它繼續凍傷的話 其實它還是會再生的 看得到呢這邊已經長了 新葉已經長出來 根據我以前前兩年呢 有一次遇到帝王寒流也是一次 有一次也是很慘 幾乎也是很多蝴蝶蘭 也是葉子像這樣掉光光 掉光光沒有關係 但是它不會死 因為它只有受到一次寒流 所以呢它還能撐得過去還可以再生 但是如果有些人 有些人玩 有些那個玩家 如果假設你是在寒流更 更低溫的環境的話呢 它可能 蝴蝶蘭就真的會受不了 就可能真的一定要移到室內去 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接到到這邊 有興趣的朋友呢 各位遇到寒流的時候呢 就可以知道說 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謝謝收看